我们看大明王朝里面 嘉靖皇帝总是住在西院 元孙徐杰这些大臣们要见皇帝也都是去西院 那西院在哪呢?就是在紫禁城的西边 现在叫中南海 也就是说皇帝并不住在皇宫里面 为什么嘉靖不住在紫禁城里呢? 这跟他年轻时候的一次遭遇有关 这次事件其实是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 也是非常罕见的 因为这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公旅起义事件 今天我们聊聊这起发生在嘉靖皇帝身上 最奇葩的一件事 人饮宫变 我们先说说这起事件的经过 再聊聊他背后的原因 事情发生在嘉靖21年 那个时候嘉靖皇帝想要长生不老 他一方面命令方式炼丹 一方面号召各方人士提供炼丹的原材料 有个方式就提议说 少女的大姨妈可以帮助他长生不老 于是嘉靖征兆大量十三十岁的宫女 亲自指挥方式利用他们炼丹 为了保持干净 宫女们不允许吃正常的食物 只能吃一些商业野草之内的绿色食品 并且只能喝露水 这些宫女有的因为水土不服 有的因为饮食上不习惯 还有的觉得每天的露水不够喝 当然更主要是嘉靖这样做太不尊重人 许多宫女被逼着服用炊精的药物 极大损伤的身体 甚至有人因此丧命 这种对少女的虐待和侮辱 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于是一些宫女决定反抗 嘉靖有个宠妃叫曹氏 人长得十分漂亮 被封为端妃 端妃虽然被嘉靖皇帝宠子 但也是老被她欺负 而她身边师父的宫女也自然都跟着受年累 经常被欺负和惩罚 但嘉靖还是特别喜欢这个端妃 几乎每天都要到雨空宫来过夜 这一天嘉靖在端妃宫中喝酒喝多了 追着睡过去 端妃不敢随便惊扰 就悄悄出去玩去了 谋患已久的宫女们终于等到了机会 趁嘉靖熟睡偷偷潜的进来 他们一起按住嘉靖 其中一个叫杨精英的宫女 迅速与绳子勒入皇帝的脖子 嘉靖皇帝惊醒了 张嘴要喊 却被人用布团塞住了口 宫女们人多力量大 嘉靖挣脱不了也喊不出来 眼看就要大功告成 但宫女们由于平时没有好好练习 缺乏领抢经验 再加上也从来没有关于那手皇帝的技术规范 难免紧张了一些 他们慌忙中又打了一个结 但就是这个结打坏了 两个死结套在一起 越拿越紧 但就是内部死皇帝 另外几个宫女急了 拔下自己的发簪 就往皇帝身上一顿乱戳 眼见皇帝内部死 宫女张经验害怕起来 她觉得皇帝不是普通人 她是真龙啊 是真命天子 她的身世可不是我们凡人能掌控的 于是越想越怕 张经验吓得溜出了于平宫 悄悄跑到昆宁宫 告诉了方皇后 方皇后听说一帮宫女打算干掉皇帝 吓了个半死 连忙带着人冲到于平宫救驾 杨金英和其他几个宫女见识不妙 只好丢下皇帝 试出逃跑 可这次皇宫内院哪里跑得掉啊 最后一个个都被抓了回来 皇后一边带人解开皇帝脖子上的绳子 一边叫人去找御医 家境终于得救了 呼吸和脉搏也还算正常 但人一下的晕了过去 其实她的伤并不严重 只是被宫女们戳得浑身是血 看起来很吓人 御医敢来一看这阵子啊 也吓傻了 方皇后叫御医们商量怎么救皇帝 可大家都不敢冒这个险 方皇后急得不行 亲自下死命令 要求御医们必须想办法救活皇帝 不然就得死 其中有个寓医叫许申 就没法推脱啊 就只好开了一副猛药 皇帝喝了药之后总算醒过来 但还是说不出话来 许申虽然救了皇帝啊 但心里压力太大 自己却撑不住了 不久就得了重病 后来她临死前对家人说 我完了 上次公辩 我知道如果救不活皇帝 就会没命 因此受了惊吓 看来这病是这么好了 家境好不容易醒过来 方皇后立马开始审讯判例 很快 圣体店就向审讯的结果报告给皇帝 皇帝还惊慌未定 所以让方皇后全权处理 于是方皇后立即下令 把所有涉案的宫女都临死处死 包括告密的张金莲 以及王林平和端飞 可怜的端飞还一点懵逼了 就被方皇后趁其一起处死了 杨洁英等16名宫女 在西安摩外四排坊的西市被处死 端飞和王林平因为都是皇帝的妃子 不能当众临死 就在宫中一个秘密的地方被处决 据说宫女们被处死的那天 以及此后的连续几天 北京以及郊区漫天大雾 人民认为 这是上天在可怜这些悲惨的年轻女子 家境病好了之后 慢慢回过神来 回忆起端飞 会有些伤感 对人说 端飞我所爱 应该没有害我之心 从此迁路于方皇后 开始跟皇后不合 家境26年 方皇后的寝宫失火 家境故意让人不去救火 方皇后被烧成重伤 几天后就死了 由于宫女起义 发生在家境仁营营年 所以史学家把这场事变 称为仁营宫变 经过这场遭遇后 家境就搬到了皇城西运的永寿宫 从此再也没有回到 紫丁城内的寝宫居住 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整个事件经过虽然很简单 但起因还是有点古怪 按理说 虽然历朝历代 都有宫女被责罚 甚至被折磨的情况 可为什么家境皇帝的宫女 会下这么大的决心 要做一件必死无疑的事呢 这跟家境的性格有关 她从小的家庭背景 就不太正常 家境皇帝的父亲朱又元 和母亲蒋氏 到湖北阿路州就翻之后 一共生了四个子女 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朱厚冲是最小的一个 但是她从小就没有见过她的哥哥 因为她的哥哥在出生五天后就夭折了 她也没有见过她的大姐 因为她大姐在四岁的时候也病死了 那个时候她还没出生了 郑德二年朱厚冲出生 当时她的二姐四岁 但在朱厚冲六岁的时候 这个二姐也病死了 作为凡王家庭 朱厚冲从小生活环境优越 医尿条条件也不差 但四个兄弟姐妹竟然死了三个 这里面肯定有原因 首先这个家族的身体素质可能就不太好 其次可能是这个家族 对湖北阿路州这个地方的环境不太适应 当然也可能两个原因都有 到朱厚冲十三岁的时候 她老爸也病死了 家里亲人就生下母亲 各种记载都表明了 朱厚冲从小身体就不太好 十五岁被喊去北京当皇帝 又得适应新环境 问题就更多了 因为皇帝可以有一堆妻妾平分 朱厚冲面对一大群漂亮的女人 就更麻烦了 于是有人开始给皇帝出主意 第一种主意是让皇帝别瞎折腾 多考虑国家大事 别整天黏着女人 生活要规律 第二种主意是说 皇帝要强身健体 增强各方面的能力 在中国历史上 大部分的皇帝都喜欢这种建议 但这里的建议 不是教家境健身练武术 而是教他防中术 或者给他提供所谓的长生不老药 家境十三年九月 这时候朱厚冲只有二十八岁 可他因为生病了 一个月都没了上床 而在此之前 他因为身体不好 已经连续两年 没能亲自去天坛祭天了 当然皇帝也解释了 他说自己从小就多病 每次生病都要六七天才好 这些年身体更差了 所以才两年没去祭天 他原本想好好调养 希望明年身体能好 可以亲自去祭天 但最近病情不但美好 反而更严重了 咳嗽多痰 夜里睡不好 所以一个月都没法上床 这个解释也说得过去 因为他确实总生病嘛 但皇帝一个月不上朝 还好说 连续两年不去祭天了 这段大明朝还是头一次 就算是好玩的正德皇帝 也只是因为南巡滞流南京 耽误了一次 即使在还落水之后一病不起 回到北京之后 还是补行了第二年的祭天礼 要知道 古代皇帝祭天是非常重要的礼仪 因为皇帝自身天子 所谓军权神兽嘛 你既然是上天的儿子 如果连这么重大的事情都不亲自去做 那你就缺乏为人子 为人父的基本品质了 那皇位的合法性也会成问题 所以嘉靖皇帝一旦生命不是自己不想去 实在是身体扛不住 没法成行 其实呢 我们通过大礼仪事件可以看出 嘉靖皇帝是很重视礼仪的 所以他对祭天仪事应该特别积极才对啊 毕竟自己定的规矩 自己得遵守嘛 在嘉靖九年 以及随后的嘉靖十年 十一年的冬天 嘉靖皇帝都亲自去南郊祭天 只是到了嘉靖十二年 十三年的冬至 因为身体不好啊 才没能亲自去祭天 这就引起了很大的舆论压力 所以他不得不一再解释 嘉靖总是生病 也知道自己的身体体质不好 总该好好调养吧 但他周围都是美色诱惑 养花缭乱 根本管不住自己 唯一可以说他两句的是皇后 可嘉靖皇帝脾气古怪 皇后也管不了他 也不敢管他 另一方面这些年轻貌美的嫔妃 他们也希望皇帝身体强壮 卖力干活 这样自己才有上位的机会嘛 但这两方面的需求是矛盾的 正常的医生肯定会建议皇帝调养身体 比如李时珍就劝过嘉靖 但嘉靖不听了 而是相信方氏的话 有两个方式让他最满意 一个叫少元杰 一个叫陶宗门 少元杰是江西贵西人 是龙虎山上青宫的一个道士 龙虎山上青宫是天师道的总部 张天师就住在那里 管着全国的道教 所以贵西遗产道士出名 少元杰就是当时龙虎山上最有名的道士之一 人们相信他能骑雨骑血 也相信他能治病 尤其是不孕症 而且少元杰还很有政治头脑 在正的年间 凌王在南昌叛乱想请他去帮忙 少元杰认为凌王成不了气候 就找借口拒绝了 嘉靖皇帝登基之后 身体状况不佳 就有人建议他找少元杰求医 少元杰应当来到北京 立即见到了嘉靖皇帝 并被安排在当时北京最有名的道官之一 显灵宫居住 专门负责皇家的祭司祷告工作 文官们对少元杰是很瞧不上了 不过这家伙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首先他肯定懂点气象学 有一段时间 北京干下雨的时候 一滴雨也没下 干下雪的时候也不下雪 但少元杰起到之后 雨雪这样就下了 当然少元杰不能凭空捏造雨雪 但是他能准确预测雨雪的时间 然后选对时机 这就有点像三国眼影里的诸葛亮 如果就这点本事 那还算不上什么 关键是少元杰还是个男性不育症的专家 嘉靖皇帝都登基15年了 尽管后宫家里三千了 那除了一个夭折的长子外 竟然一个孩子都没有 但自从听了少元杰的建议 调养身体 兴奉道教 当然也是吃了他开的药了 嘉靖皇帝竟然开始生儿子了 并且是连续生 光是嘉靖18年这一年 就连续生了四个儿子 少元杰有这么大能耐 嘉靖皇帝怎么能不信任他呢 你们文官总是反对我兴道教 吃灵药 但你们哪个人像他一样 齐雨求雪 解决农业生产 哪个又能帮我生几个儿子呢 你们进城那些没用的 人少元杰才是真有本事 尝到这么多好处 嘉靖皇帝越来越心道教了 少元杰过世之前 给他介绍了术士陶仲文 也正是陶仲文的出现 才导致了宫女们悲惨的命运 陶仲文原本是湖北黄冈人 过去在黄北县做官 后来学会了驱邪做鬼的本事 他来到京城后 住在少元杰的家里 少元杰很看好陶仲文 就把他介绍给嘉靖皇帝 陶仲文因为制好了嘉靖儿子的天花 得到了特别信任 可是虽然少元杰和陶仲文 能帮嘉靖生儿子 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皇帝的体制 为了满足皇帝的需要 陶仲文使尽全力 甚至冒着风险为皇帝配制 所谓的长生不老药 试验各种防身术 但是吃补药只能暂时让他身体强 偶尔能有点效果 没效果才是正常的 但是嘉靖皇帝只想要效果好 对没效果就火冒三丈 他不认为是自己身体的原因 而是别人配合不好才导致药物失效 每次发活的时候 他就惩罚无辜的宫女和平分门 随着药没效的次数越来越多 嘉靖对宫女和平分门的不满也就越多 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 他开始在后宫采用在大礼仪中 对待外庭外人的惩罚方法 宫女和平分门稍有不满 就亲自贺斥辱骂 重着一顿毒打 几年下来 因为小氏被打死吓死的竟然有上百人 他的第一任皇后成皇后 就是因为被骂而吓死了 对于宫女嫔妃甚至皇后来说 他们每天都能忍受一个变态狂的折磨 这个变态一天不除掉 说不定哪天死神就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他们只能默默忍受 忍受皇帝对他们的不忍道待遇 他们只能等待 等待着有一天被皇帝打死或者吓死 直到有一天 有几位宫女不甘心忍受 不愿意再等待下去 他们决定和这个恶魔一起同归于尽 于是就发生了我们开头说的刺杀事件 嘉靖皇帝为了长命百岁 却险些被一群十三十岁的姑娘们勒死 虽然逃过一劫 但还是搭上了两个冤魂 端飞和方皇后 从那时起 他对女人们开始极端不信任和恐惧 加剧了他多以猜忌的性格 这或许就是他搬出子精神 长期不上朝的重要原因 但是这么做肯定会产生不良后果 不会因为你是皇帝就不会有后果 嘉靖给子孙们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 而这个先例的代价 都依依落在他的子孙们身上 就会葬送到大明皇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